钢铁工业是现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钢铁产能对国家的影响和作用极其重要。 中国现今钢铁产能已稳居全球之首,2019年到达了9.6亿吨,而钢铁行业更是占据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今天中国钢铁行业约有197万人,超过北海市常驻人口,相当于卡塔尔全国人口。 他们冷静、严肃、建造舞台,但从未占到聚光灯下,正如钢铁的历史一样。 中国的钢铁产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其中又经历了怎样艰辛的历程呢? 中国钢铁产业历史之浩瀚,远超外人想象,让我们倒退一百年,从一家钢铁企业说起,首钢。 1912年,龙玉太后发布退位诏书,中华民国成立。 彼时的中国亟待开放,又面临四面为狼的境地。 当时的瑞典被认为是西方几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之一。 民国政府向瑞典学界抛出了橄榄枝。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北京,被聘请为农商部矿正顾问。 担任顾问期间,安特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他先后发掘了舟口殿遗址和养烧遗址,被称为养烧文化之父。 也因为他带来的科学理念,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不过在这些成就之外,他还发现了一处铁矿。 安特生担任顾问的第一年,就在龙关山发现了一个附铁矿,引起轰动。 此时,孙中山已经被迫辞职。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授予了安特生三等加贺勋章,仪式嘉奖。 两年后的1996年,袁世凯称帝受阻,病逝北京。 段祺瑞把持北洋政府。 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钢铁齐缺,价格飞涨。 北洋政府决定以官商合办的方式开发龙关铁矿。 1918年7月18日,龙烟铁矿公司成立。 农商部和交通部出资250万元,商界政界人物出资250万元,共计500万元。 龙烟铁矿公司成立后,在离北京城不远的石井山修建了钢铁厂, 名叫石井山炼厂,简称石炼。 石炼的诞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创造了三个全国之最。 起点最高,拥有北洋政府背书,建厂目标就是北方工业之中心站在了民族工业的最高点,力量最胜。 石炼采用官商合办,官股股东为当时权力最大的两大部。 商股股东包括陆宗瑜、徐世昌、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近云鹏这些北洋风云人物。 背景之深,中国近代史前所未有。 设备最先见。 石炼全部采用美国设备,由美国贝林马销公司设计。 美国纽约马歇尔工程公司制造,并聘请了美国工程师现场指导。 但时代背景决定了石炼无法轻易建立。 石炼建立时,北洋政府委任财政部长陆宗瑜为督办,就是五四运动中指名的三大卖国贼之一。 五四后,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将陆宗瑜解之替罪,但保留了他石炼厂督办的身份。 1919年9月,石炼破土东宫,设计年产8万吨铁、6万吨钢,计划1922年5月投产。 但1922年4月,第一次直凤战争爆发。 凤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芙在长心殿交火,石炼被夹在了炮火之中,此时工程已完成80%,但被迫停工,美国工程师也仓皇回国。 1923年,赴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宏到石炼视察,允诺由政府补助出资将石炼建设完成。 还没等承诺兑现,仅两个月后,黎元宏就被迫下台,曹昆当上大总统。 而曹昆甚至都没来得及到石炼视察。 1924年,第二次直凤战争爆发。 北京政权落入凤系军阀手中,张作霖派参谋长杨宇婷接手了龙烟铁矿公司,并重新制定了石炼的续建方案。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国际钢铁价格暴跌,市场一片萧条,就连湖北的汉阳铁厂也宣告停产。 北洋政府在无心关注龙烟铁矿公司和石炼。 石炼就此成为一个烂摊子,只有20多人留守维护,厂区土地闲置荒废。 但时代的跌宕没有结束。 北洋政府各个派系混斗之时,南下的孙中山创建南方革命政府发动北伐战争。 第二年,孙中山病逝,北伐战争在国共的紧密合作下继续轰轰烈烈进行, 北伐军一路北上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上海。 到1927年3月,完全占领长江以南,胜局已险。 但有人等不及了。 占领长江南锦一个月后,国民党发动412反革命政变, 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一年时间超过31万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开始走向独立武装斗争的道路, 而窃取了革命果实的国民党继续北上。 到1928年11月,进入北平,此时已改都南京。 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一致。 至此,北洋政府正式覆灭。 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接管了龙烟铁矿公司,并更名为农矿布龙烟矿物局。 1929年,南京政府草拟了庞大的龙烟铁矿复兴计划, 但一直推为扯皮没有实施,就连实炼原有的20多维护人员也被遣散, 高炉炉体生锈破损,荒废了8年。 从1919年开工到1937年,实炼没有炼出过一吨铁, 工程进度永远停留在了80%上。 这18年中,龙烟铁矿和实炼的命运仿佛物海行舟, 没有方向,没有未来,被时代的暗礁撞得支离破碎。 而这并不是实炼命运的最低谷,因为时间的刻度已经走到了1937年7月7日。 1937年,日本发动龙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入侵的大幕, 日军与国军在婉平县城激烈交火。 多年筹备中用钢铁武装起来的日军,仅用22天就攻陷了北平, 而实炼就在卢沟桥西北10公里处,比北平更早陷落。 日军占领实炼后,实行了军事管制,并交给日本星中公司经营。 这家公司是日本在华的经济侵略机构,霸占垄断了整个华北的重工业企业。 在星中公司的运作下,日军强行占领1000亩土地, 将实炼战地规模扩大了一倍,驱使近万名国军战俘和抓来的劳丁进行修复。 同时,将石井山链铁厂更名为石井山制铁锁。 北洋政府用钱,国民政府用权都没有完成的事,最终被日本用人命完成了。 经过数个月的修复,1938年11月20日, 这个停滞了15年的链铁厂,在日本人的手里躺出了第一股铁水。 后来有诗人称为龙烟铁厂的第一滴眼泪。 由此开始,来自中国龙关山和烟筒山的铁矿经过石井山铁厂炼成钢铁后, 被送往日本制成武器,再送回中国装备日军前线部队用来屠杀中国人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同时对日宣战,战略物资吃紧, 日本内阁要求华北驻军加速掠夺二黑二白资源。 在此背景下,石炼进行了大规模扩建, 陆续从日本迁建了两座高炉,11座特形高炉到石炼。 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刚村宁次, 国务大臣藤原,贵族院议员后藤遗藏, 河北省特务机关长陵木少将等人, 均多次到石炼巡视督产。 扩建进程中,人员也迅速增加, 石炼共有员工2.5万人, 其中日本人约1500人, 中国苦力劳工约2.3万人。 占领八年间,为了满足钢铁业劳动秘籍的需求, 日军对石井山地区进行了人员掠夺。 以日本人1942年5月, 劳动作业报告为例, 石井山地区的劳动力供给预计与实际入所的 综合占比为99%, 一些地区的劳动力预计930人, 实际入所却有2282人, 占比达到245%。 每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次诱骗、 强迫、拐卖。 这些在实练工作的劳工薪水极低, 并遭受着残酷统治。 1941年8月, 高炉修复出现意外, 五人死亡。 1942年, 高炉发生链铁炉截流事故, 日军强迫中国工人钻进90度高温的炉内扒料, 烫死五人, 重伤十八人。 在日本档案的记载中, 从1938年到1945年, 石井山链铁厂中国人伤亡为工伤3604人, 死亡13人。 但这只是其刻意弱化对中国掠夺情形的修辞, 日本侵略者的数据只统计在册员工, 在册员工仅有3000多人, 而策外员工仅一个月的劳动报告就达3万人, 这些人的死亡不被记录。 除此之外, 为石链提供铁矿原料的龙烟铁矿和烟筒山铁矿, 亦有更多劳工遭受残酷奴役被折磨致死。 龙烟铁矿旁的红石山几乎被矿工尸体填满, 形成了骇人听闻的肉囚坟。 在当时情况下, 八路军是石井山唯一的抗日武装。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 北平沦陷, 共产党建立禁察计根据地, 开始联系民众游击作战。 到1940年, 宛平县成立了91个地下党支部, 1624名党员, 在整个石井山地区活跃。 在日军制作的地图中, 可见当时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活跃。 并且在日军记录中, 八路军正在不断解救矿工, 只不过日军将其计为绑架。 1943年, 中共龙岩淮联河县区委, 以这些被救出的矿工为骨干, 成立了红石山游击队, 何金海担任队长。 何金海河北宣化人, 曾靠着七条每次仅能打一颗子弹的牛枪, 带领民兵多次袭击龙岩铁矿, 攻下数个炮楼, 后被继察军区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在无数个何金海的斗争下,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投降。 这场反帝国主义战争, 在中国军民付出了3500万的牺牲后, 终于取得了完全胜利。 但时代的跌宕还未结束。 1945年日本投降, 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始接手, 曾被占领的城市工厂。 为了抢先占据地盘, 国民党吸纳了曾作为日军帮凶, 助纣为虐的韦华北绥靖军, 并整编改名为河北先遣军。 1945年9月, 河北先遣团一个团的兵力接手了实验。 但这支伪军改编而来的军队毫无主权意识, 任由日本人在撤离过程中, 蓄意将液态铁水留在高炉里, 导致两座高炉被彻底封死。 11月3日, 国民党行政副院长温文浩和美国总统技术顾问洛克到实验视察。 美国专家的意见是无可救药, 原地报废。 为了恢复生产, 国民党政府聘请了安朝俊, 担任厂长和总工程师。 他曾在重庆野炼出大后方急需的灰口铁, 被称为青年炼铁专家。 这个成长于抗日战争中的青年, 依然投入了实验的恢复。 而在他努力恢复生产时, 国民党已将枪口对准了同胞。 1946年6月, 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 发动全面内战。 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 解放军撤离延安, 进入战略防御阶段。 解放军踏上西北大地时, 实验也在挣扎恢复。 就任厂长后, 安朝俊重整了石井山炼铁厂, 更名为石井山炼钢厂, 简称石钢。 并利用美国的高炉挖补法, 花费两年时间, 将一号高炉恢复了部分生产能力。 1948年1月, 石钢顺利出铁, 成为抗战胜利后, 中国唯一一座开炉生产的大型链铁炉。 蒋介石非常高兴, 但他的高兴没有持续太久。 1948年, 解放军先后取得伊瓦战役, 玉东战役的胜利, 延安重新解放。 两年时间, 形势兑换。 而国民党前方吃紧的时候, 后方正在紧吃。 国民党占领石钢的两年中, 资金仓储不翼而飞, 工人薪资长期拖欠, 龙烟铁矿则更惨, 矿区不仅没有增加一台设备, 原有设备、物资, 也被驻守人员盗卖, 激起大量民愤。 1948年9月, 解放军发动战略大决战, 辽审战役打响, 东北全境解放。 建战场不利, 南京政府密令石钢的守备军队, 将石钢设备整体迁移至南方, 但在工人的阻挠下没有成功。 11月29日, 平津战役打响, 解放军兵临北平, 开始向石井山地区发起进攻, 考虑到钢铁厂的安危, 安朝郡与地下党员和技术人员, 秘密拟定了保护方案。 果不其然, 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前, 企图再次对一号高炉重演日军 驻死高炉的悲剧, 但在解放军和工人的 趁热抢修下没有得逞。 12月1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 143师解放石钢, 并受令保护工人。 至此, 这座命运多船的钢厂 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解放石钢后, 143师紧急调运了25万斤粮食, 用来救济工人。 工人意识到, 不再被压迫后, 迸发出了巨大的生产热情, 仅仅6个月就恢复全部生产, 半年产铁2.6万吨, 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而解放了石钢的48军, 143师继续南下, 一路打到江西, 解放战争后, 又参与干南越北剿匪, 战功赫赫。 2万吨不是石钢的最高成就, 剿匪也不是143师的最后一战。 一年后, 石钢的产量会激增到34万吨, 超过解放前30年产量的总和, 而143师将踏上朝鲜战场, 成为联合国军的噩梦。 1948年, 石钢解放, 百年激昂斗志就此迸发。 1949年, 一号高炉投产, 成为全国解放区第一座恢复生产的高炉。 1959年, 三号高炉建成, 持续运行11年, 突破全国记录。 1964年, 建成中国第一座30吨氧气吹顶转炉, 拉开中国钢铁新篇章。 1967年, 更名首都钢铁公司, 简称首钢。 1987年, 第四套人民币发行, 首钢工人张金录为工人原型。 第四套人民币, 钢铁工人原型为首钢工人。 1992年, 首钢创办华夏银行, 成为中国第一家工业企业银行。 1993年, 首钢买下美国加州钢厂, 整体拆迁运回中国, 成为世界头条。 再到1994年, 首钢铲产量达到823万吨, 位居全国第一, 上缴税收, 占全北京税收四分之一。 75年间, 首钢历经北洋复辟, 直奉战争, 北伐战争,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成为近现代颠沛的见证者。 解放之后, 首钢不再被动的见证, 开始主动成为历史参与者。 1951年朝鲜战争, 首钢受令秘密研制焦化工杀军纪, 为抗美援朝反系军战做出重要贡献。 1958年金门炮战, 英国停止海运合同, 铁矿原料告急, 首钢发动碳矿汇战, 发现千安铁矿, 奠定河北钢铁产业地位。 1959年中苏交恶, 首钢工人改编钢铁民兵师, 在天安门前参与阅兵, 震慑赫鲁小富。 1960年, 元月抗美, 首钢帮助建成越南太原钢铁厂, 成为中国园外首个大型项目。 从1919年, 在万中药眼中诞生后掉落深渊, 到1948解放迎来生机, 再到1994年越居全国第一。 首钢的百年建历程, 亦是新中国的一个缩影。 首钢不是孤立, 1916年始建, 被称为共和国钢铁摇篮的安钢, 1890年创办, 标志近代钢铁工业开端的汉阳铁厂。 1937年建立, 练出中国第一炉不锈钢的钛钢, 1953年成立, 后成为特大型联合钢企的马钢。 1954年苏联援建的武钢、 包钢、北钢, 再到1978年, 即全国之力建成技术最先进的宝钢。 这些钢企从平地中建起, 在炉火中成长。 作为所有工业最重要的基础产业, 和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钢铁产业从诞生起, 就与共和国的命运牢牢绑定。 期间百年, 饱经风霜。 钢铁产业有着百年来最辉煌的成绩, 也曾有过困顿、 彷徨以及对大链钢铁的争议评说。 历史如烟, 难以斩铁, 但我们必须清楚, 中国的三十多个大钢厂 以及整个产业布局 都是在这期间建立。 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否认, 钢铁产业承载着百年来最激昂的斗志。 一代又一代钢铁人, 前赴后继, 走向风暴, 以双手建立起全球最大的钢铁产业。 这些钢铁企业, 从不同的地方出发, 以不同的方式前进, 而在跨过新世纪之后, 他们将面临同一场变局。 在产业链中, 钢铁是典型的中游行业。 上游行业为煤炭和铁矿, 下游为房产业、制造业。 一般钢厂的商业模式是在上游, 购入铁矿石和焦炭, 制成钢铁成品后, 向下游出售, 收入再用来购买原料。 购入与出售的差价, 用来覆盖运营费用, 剩下的就是利润。 这是一个资金链式的生产方式。 其中, 资金比重最大的是铁矿, 铁矿占到了钢铁生产成本的50%左右, 焦炭, 设备, 折旧, 人员薪酬占另外50%。 如此高的占比意味着铁矿市场的一个喷嚏, 也许就是钢铁行业的一场大病。 并且, 这个市场经常生病与被生病。 铁矿是世界矿产中少有的富裕资源, 在全球各地广泛分布并且其用途单一。 世界上98%的铁矿, 都是作为钢铁生产原料使用, 不存在多行业竞派的现象。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却非常缺铁。 2021年, 中国铁矿表观消费量14.2吨, 其中11.24吨都是进口, 进口额1.2万亿, 占中国总进口额的7%, 对外依赖度高达80%。 在2021全球海运铁矿进口量占比上, 中国更是一己之力, 吃下了全球76%的铁矿进口量。 实际上, 中国并不缺铁矿。 2021年, 全球铁矿石储量1800亿吨, 按照当年全球铁矿消费量, 即使不考虑钢铁的高回收率, 也足够全球使用78年。 而全球铁矿储量中, 中国占了11%。 但简单的数字和复杂的现实之间, 总是存在鸿沟, 对中国铁矿石来说, 这道鸿沟叫品位。 品位指的是, 铁矿石中铁元素的质量分数你可以理解成含铁量, 比如品位65就代表每100克含有65克铁元素, 这是衡量矿产质量的重要指标。 在钢铁生产中, 铁矿石的品位每提高1%, 胶比就能降低2%, 产量提高3%, 并且溶剂的用量和炉渣的量也会相应减少。 简单来说就是, 品位越高, 铁量越多, 耗能越少, 炉损越小。 在铁矿石开采中, 按照品位不同, 分为不同品级。 50%以上为负矿, 35%到50%为低品矿, 25%到35%为贫矿, 25%以下为超贫矿。 其中少数负矿可以直接进炉冶炼外, 大部分矿需要经过破碎成粉末后, 经过筛选, 烧结工艺, 变成品位更高的铁矿石灶块, 才能进入高炉冶炼。 虽然铁矿是富于资源, 但各国的铁矿品位差异很大, 巴西, 澳大利亚, 俄罗斯等国大多数为负矿, 品位均在50%以上为负矿, 而中国的铁矿平均品位只有34%为贫矿。 除了贫矿之外, 巴、 澳、 俄等国的矿床多为纯铁矿面积大, 中国的铁矿则多为负荷矿且面积小。 你可以理解成, 中国的铁矿需要挖出来, 破碎、 精选、 烧结才能得到一块铁, 而澳大利亚的铁矿一铲子下去, 就能直接挖出一块半成品的铁。 铁矿的开采成本和选矿成本是总成本的重要组成, 俄罗斯的铁矿时平均开采成本为36美元一吨, 澳大利亚20美元, 巴西甚至只要8美元, 而中国是40美元。 除了贫矿、 负荷矿、 面积小外, 中国铁矿还有个难题, 种类多。 根据不同元素的差异, 铁矿分为多种类型, 迄今为止, 世界上所有的铁矿类型中国都有分布, 并且相当大一部分类型是在中国发现的, 其中还有中国独特的负荷铁矿。 种类多代表矿石元素含量、质地都不同, 也就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意味着, 每个钢铁厂都要因地制宜, 根据不同类型的铁矿, 制定相应选矿方式和燃料配方, 总结一下就是高成本。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中国铁矿不少, 但对外依存度如此高了。 不过依存度高不可怕, 铁矿一直是国际市场的交易大头, 并不稀缺, 可怕的是依存对象只有几个。 世界铁矿贸易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 1950年,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全球钢铁需求迅速下跌, 铁矿市场供过于球, 开始全行业兼并重组, 最终形成了三个巨头, 淡水河谷、利拓、 碧河碧拓。 这三家公司控制了全球80%的铁矿石资源, 其中利拓虽然为英国公司, 但主要产区在澳大利亚与碧拓一一带水。 这三家公司在铁矿市场扎根极深, 成立最晚的为1942年, 彼时苏德两军还在斯大林格勒打巷战。 成立最早的为1873年, 那一年梁启超刚刚出生。 1960年, 日本经济开始起飞, 钢铁需求也迅猛发展, 逐渐成为了全球铁矿石的主要买方。 在这个背景下, 日本开始寻求与三大矿商建立长期合作, 最终确定了长期供货年度谈判的价格基准机制, 简称长鞋。 日本钢企会与矿商一次签订10到15年的合同, 每年按合同数量供应铁矿石, 但价格不定死, 而是根据市场情况一年一谈, 这种模式称为定量不定价。 10到15年的长期订单, 可以保证矿商稳定收入, 钢企稳定供货, 价格一年一谈, 则让双方在波动的钢铁市场中都有生机, 不会出现巨亏。 经过几十年的磨合, 到1981年, 长鞋逐渐完善, 并成为全球铁矿贸易的首选方式。 为了避免市场混乱, 出现多个价格, 每年三大矿商都会和各地主要钢企, 进行一对一谈判, 只要有一家敲定价格, 其他矿商和钢厂都会跟随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也被称为首发价。 总的来说, 长鞋首发定量不定价, 这些机制不是法条, 而是钢企和矿商在几十年运行中自发形成的磨气。 但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时, 这种磨气开始出现裂痕。 前面我们说了, 钢铁生产是一个资金链式的, 再加上高炉昼夜不停的特点, 这就是为什么钢企即使出现亏损, 也必须持续生产, 因为亏损只亏差价, 停工就是整个资金链崩溃。 这种生产不可动摇的特点, 决定了整个钢铁行业都需要很强的预测性, 在上游要预测铁矿石和煤炭的供需环境, 在下游要预测宏观经济的景气度, 并及时调整生产策略, 防止出现过剩或过紧。 这也是中国钢铁行业奉行的逻辑, 预测趋势, 调整策略。 但在跨入新世纪后, 中国钢企逐渐发现难点不在于预测, 因为无论任何形式都有指数、参考、细数, 真正无法预测的使人。 1978年, 宝钢在上海打下低根装机, 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区。 此后40年, 中国钢铁进入跨越式成长阶段。 1996年, 中国钢铁产量突破1亿吨, 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 与之对应的中国铁矿进口量也急剧增长。 2003年, 国产和进口的比例首次达到50比50。 也是从这一年, 中国开始参与铁矿式谈判。 因为铁矿与国家安全和战略相关, 参与方大多为国有企业或国家金融财团。 比如淡水河谷的董事, 就是由巴西总统办公室直接任命, 毕和毕拓十大股东七个都在华尔街新日铁的股东为日本国有银行等等。 受此影响, 铁矿时谈判也都以国家财年为单位。 财年全称会计财务年度, 指一个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的起始时间, 财年分为两种, 历年制和跨年制。 中、德、法等国式历年制, 即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 为一个财年, 英、日、家、印等国为跨年制, 每年的4月1日到次年3月31日, 为一个财年。 美国也是跨年制, 不过是从10月1日到次年9月30日, 但美国很多企业都不跟随, 而是单独使用从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的财年制度。 除此之外, 还有沙特、尼泊尔的浮动财年制度。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你要记住的是, 这个跨年制, 因为铁矿时谈判中大部分都是跨年制国家, 所以谈判也以跨年制为计算方式。 谈判每年的11月开始, 到4年3月底之前结束, 然后4月1日开始执行新价格。 假如未达成一致, 可以延期到7月1日, 如果仍未达成一致, 则矿商可将铁矿销往现货市场。 假设2007年11月开始谈判, 到2008年3月确定新价格, 那么这期间的谈判就被称为2008财年谈判。 4月1日后执行的价格则为2008年度基准价。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如果用中国惯用的历年思维来记忆, 很容易错乱。 这一年, 中国取代日本, 成为世界最大铁矿石进口国, 需求增长速度之快, 被称为全球吸铁石。 国际铁矿价格一改此前低位徘徊的情况, 开始不断上涨, 过去铁矿市场的平衡也出现了微妙变化。 无论是内部增长还是外部环境, 都决定中国必须参与到铁矿谈判中了。 2003年, 中国开始参与2004财年的谈判, 首钢董事长罗宾生调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简称中钢协常务副会长, 全面负责谈判事宜。 其有40年钢企管理经验, 曾推动首钢战略转型, 称为综合钢企巨头。 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谈判, 设置了一个L型结构, 由宝钢代表中国牵头谈判, 商务部负责规划中钢协参与战略制定。 但中国没有成为主角。 当年的谈判中, 新日铁与毕和毕拓达成首发, 铁矿价格在2003财年的基础上上涨18.6%, 中国跟随了首发价。 2004年11月, 新一轮谈判开始, 受中国需求增长的影响, 国际钢业普遍预计铁矿价格会上涨30%, 大家都预计错了。 经过三个月的谈判, 2005年2月22日, 西日铁与淡水河谷达成首发, 铁矿时价格上涨71.5%。 世界震惊。 此日, 全球最大钢铁集团阿斯勒尔及阿塞洛发表声明, 称涨价71.5%不可接受, 宝钢谈判代表刘永顺宣布, 将单独与三大矿商进行谈判。 三大矿商没有理会宝钢。 从2月22日到25日, 三大矿商相继于普相, Blue Scope、蒂森克鲁博, 美国钢铁公司确认首发架。 28日, 宝钢与阿塞洛不得不吃下这个哑巴亏, 接受首发架。 05财年谈判的结果, 在国内引起哗然, 2004年中国进口铁矿是2.75亿吨, 占世界铁矿海运量的43%, 却没有人理会中国。 同时, 中国占全亚洲进口量的70%, 但却是日本新日铁代表亚洲。 在外部, 三大矿商有意提高定价, 从中国身上获取巨额利润。 而新日铁与普相比中国早很多年开始谈判, 并在采矿业低谷时入股了很多海外矿山。 对他们来说, 矿价上涨无非是利润, 从一个口袋到另一个口袋, 没有与中国组团的动力。 在内部, 当时中国铁矿进口钢企达到523家, 均在谈判会列席, 宝钢仅仅是牵头, 做不到说一不二, 并不像日韩一样由新日铁和普相全权代表。 彼时国内生产正如火如荼, 中小钢企都担心买不到矿, 没有定力, 略意施压就集体倒戈。 从这一年开始, 铁矿石谈判就此进入公众视野。 让外仙安内, 宝钢接受首发价四天后, 2005年3月4日, 中国武矿商会和中钢协表决通过, 铁矿石进口资质草案。 具有铁矿进口资质的企业, 从523家, 锐减到112家。 同时, 整个业界也开始讨论, 作为亚洲最大买家, 是否应该以中国价格为亚洲代表。 摩拳擦掌间, 时间抵达11月, 新一轮谈判到来。 2005年11月14日, 2006财年价格谈判开始, 双方开始接触。 淡水河谷提出涨价24%, 中国反对并提出中国价格。 2005年12月20日, 第一轮谈判破裂。 2006年1月25日, 第二轮谈判破裂。 2006年2月18日, 第三轮谈判再次破裂。 2006年3月, 商务部开始暂缓 对进口铁矿发放许可证, 澳洲大为不满, 双方主管部门在国际兼舍战。 中国与三大矿商的激战 也成为了世界钢业焦点, 各国主要钢企纷纷延缓谈判, 观望中国的进展。 4月5日, 第四轮谈判破裂。 4月28日, 第五轮谈判。 淡水河谷威胁将撕毁长协规则, 将铁矿石卖到现货市场, 中国仍拒绝涨价, 谈判再次破裂。 中国撑住了, 欧洲没有。 5月15日, 淡水河谷与蒂森克鲁博达成首发, 价格上涨19%。 首发价诞生后, 观望情绪也溃霸而泻, 新日帖, 浦相等钢企纷纷达成协议, 跟随首发价。 5月24日, 淡水河谷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 6月7日, 最后两个观望的钢企也达成协议。 20日, 中国接受该首发价。 从11月开始到此年6月, 2006财年的谈判时间长达7个月, 长协谈判历史上27年未有。 这次谈判, 中国钢企没有倒戈, 但各国钢企却被分化击破了。 国际铁矿时贸易有三种, 粉矿、 快矿、 球团矿。 粉矿快矿都是生料, 要经过加工才可以入炉, 球团矿则是熟料, 可以直接入炉。 三种矿的价格, 数值也不同。 因为工业附加值的差异, 各地区的原料占比不同, 中国高炉80%都是使用粉矿快矿加工的烧结矿, 而欧洲大多使用球团矿。 过去的长协谈判中, 都以交易量最大的粉矿为标的, 快矿, 球团矿按价值差异同比跟随粉矿。 但在淡水河谷与蒂森克鲁博的首发价中, 你会看到粉矿上涨19%, 但球团却下降了3%, 这是非常明显的舍球团, 保粉矿, 以便拿到首发价的战略。 对蒂森克鲁博来说, 这是好事, 而新日铁, 普向本就有矿产股份正反都赚。 2006财年的谈判落幕, 中国价格没有出现, 也没有阻挡住三大矿商涨价的脚步。 三年来, 三场谈判全部黯淡收场, 中国迫切需要一场胜利, 来建立话语权, 所有人都瞄准了首发价。 06财年落幕四个月后, 10月24日, 第六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在青岛召开。 这个研讨会每年10月底召开, 国内钢企都会参加, 一直被看作中国启动谈判的信号。 06年的会议吸引了超过700多名代表, 除了钢企和矿商外, 还有贸易商、 期货人员、 证券公司、 投资银行、 厂内作无虚席, 所有人都在等待中国的态度。 开幕式上, 罗冰生纸面无表情地说了两件事。 一、2006年, 中国铁矿进口增幅同比去年下降7个百分点, 是自2003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二、过去十个月, 中国国内矿山产量达到4亿吨, 同比增长超过37%。 没有提观点, 也没有百利厂, 但所有人都明白了。 12月11日, 07财年谈判开场。 仅仅10天后, 12月21日, 宝钢就与淡水河谷达成首发, 价格上涨9.5%。 这场谈判的速度之快, 在长协谈判中史无前例, 业界震惊, 部分媒体的预测报告甚至还未写完, 谈判就已结束。 一天后, 利拓、 毕和毕拓也与中国达成协议, 并宣布亚洲价格已经形成。 日、 韩、 德、 每等国刚起, 亦停止谈判, 宣布跟随宝钢到淡水河谷首发架。 如果说06财年长达7个月的谈判是持久战, 那07财年就是一场闪电战, 这是中国第一次拿到首发架。 这个时候正是中国崩溃论流行的时候, 在这样的背景下, 华尔街日报、 汇谕评级等媒体和机构, 依然将这场谈判称为了中国的胜利。 首发架代表着, 中国已经不再是陪跑, 而是熟练的国际谈判主导者之一, 我们在长协的规则内, 画出了自己的一块地。 但很快, 规则的围栏将被冲散。 07财年谈判以中国首发后, 铁矿没有重蹈过去两位数的涨幅, 钢铁产业成本价下降, 进一步带动全行业消费量迅速增长, 当年中国铁矿进口量3.8亿吨, 同比去年大增17.4%。 国内形势火热, 但国际铁矿局势却开始收缩。 世界上80%的铁矿贸易通过海运, 自然就有运费。 根据货物的不同, 国际海运货轮和价格 也分为多种, 这些价格全部通过波罗的海指数反映, 这个指数也是全球经济的缩影。 2007年, 受国际金融泡沫影响, BDI全年上涨, 出现过热现象, 一年时间翻了2.5倍。 三大矿商一改此前的共识, 开始要求把铁矿从离岸价改为到岸价, 换句话说, 他们想把海运的利润也挣了。 除了海运利益外, 2007年4月, 印度接连宣布 上涨铁矿出口税, 减少出口量。 印度铁矿产量虽不大, 但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现货来源地, 这意味着, 中国对三大矿商需求进一步上升。 同时, 这一年许多钢企都开始涌向上游, 2007年, 韩国海外资源投资达到31亿美元, 阿塞洛道米塔尔集团耗资17亿油元, 开发塞内加尔铁矿, 国际铁矿资源进一步吃紧。 一边是国内生产的迅速发展, 一边是国际资源迅速收紧, 再加上08年, 中国将举办奥运会会进一步带动投资增长。 钢铁业和三大矿商一致认为, 中国将再次面临价格暴涨。 2007年12月4日, 08财年谈判正式开始, 三大矿商提出到暗价计划, 中国拒绝。 谈判开始仅6天后, 利拓就通知由于不可抗力, 将推迟交货, 同处澳大利亚的避和避拓却没有推迟, 这被认为是对中国的下马威。 1月9日, 印度再次加征出口关税, 谈判难度大增。 1月17日, 首轮谈判破裂。 这场谈判的拉锯之激烈, 第一轮谈判结束时, 双方甚至都还没有谈到价格。 1月24日, 淡水河谷以港口改建为由, 推迟向中国交货。 1月28日, 中日两地同时开始第二轮谈判, 原定议程中应是中先日后, 意图不言而喻。 2月18日, 新日铁与淡水河谷达成首发, 涨价65%, 韩国、欧洲刚起也在一天后跟随。 大势已去, 中国只能无奈接受。 2月22日, 宝刚跟随该首发架。 但08财年的谈判没有就此落幕。 利托, 必和必托不同意这个价格, 他们认为澳洲离中国更近, 货运价格比巴西低, 理应多收取这部分运费。 4个月的艰难谈判之后, 6月23日, 宝刚与利托达成协议, 涨价79.8%, 高出淡水河谷的首发架。 7月4日, 必托以同样的价格达成协议。 这是长鞋机制30年来, 首次出现双价格。 从海运争论到双价格, 08财年谈判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次, 它标志着长鞋机制已经破裂, 国际铁矿石市场开始进入动荡时代。 这次谈判冲击了业界, 07年的首发, 让钢琪以为有了更多砝码。 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 我们太追求在规则内战胜对方, 以至于忘了对方之所以遵守规则。 是因为规则对他们有利, 现在, 他们认为规则再无必要存在。 2008年是中国苦乐交织的一年, 奥运会, 神州7号, 汶川地震, 南方雪灾, 除此之外, 还有金融危机。 2008年9月15日, 雷曼破产, 六天后,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也被接受。 金融危机正式从浪潮演变成海啸, 席卷全球, 在华尔街爆雷前, 中国6月就开始调整宏观经济, 央行则分别在1月、 3月、 6月连续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这些准备让中国要从容得多。 另一方面, 金融危机给铁矿谈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三大矿商均是国际市场的老手, 有着丰富的资本运作背景, 这也代表他们是高度金融化的。 何为高度金融化? 我们假设要去开设一个矿山盈利, 工业的逻辑是投资买地、 建设、 开采、 卖货、 收钱, 顶多在其中一两个环节进行贷款。 但金融业的逻辑却是投资买地、 贷款建设、 开采、 卖货、 收钱, 然后将矿山、 开采权、 设备进行抵押贷款, 然后使用贷款继续重复或投向中国这样的高增长国家。 在资本市场近百年的运作中, 三大矿商每一个都走了数遍这个流程。 这样以增长换增长的逻辑是可行的, 前提是你要确保收益能够覆盖利息。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百年一遇的危机席卷国际市场, 三大矿商也遭受了冲击, 摩根士丹利、 高盛等银行的被监管更加剧了危机。 此时恰逢09财年谈判启动前夜, 中国刚业敏锐意识到金融危机中藏着机会。 此时中国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 铁矿进口量下降, 但经济仍在增长, 长期来看, 铁矿石的需求只会上升, 不会下降。 而三大矿商正遭受冲击, 长期来看不会有业绩担忧, 但短期来看, 如果得不到融资很可能崩盘。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必须快攻快打, 抓住窗口期。 中国一改过去的L结构, 全权交给中钢协负责谈判, 中钢协则委任秘书长单上华, 常务副会长罗宾生主导谈判。 单上华2008年1月调任中钢协, 在上任之初, 就遇到淡水河谷涨价事件, 他召集刚起联合抵制, 在货轮已经抵达港口的情况下, 坚决不装运, 不谈判, 最终淡水河谷服软让步。 这一仗, 让所有人都认识了这个强硬派。 2008年11月7日, 09财年首轮谈判启动, 中钢协率先要求铁矿谈判, 不再以跨年制, 应改为中国的历年制。 11月14日, 单上华表态, 金融危机导致铁矿市场供大于求, 价格必须降价40%, 这一要求, 玄机遭到矿商拒绝。 2009年1月9日, 中国与日韩达成君子之约, 约定三方共进退, 同时中钢协再次申明, 降价40%是中国的底线, 情况从未如此之僵持。 4月7日, 利拓表示, 愿向亚洲提供20%的降价, 中钢协拒绝。 4月13日, 利拓向韩国普相表达同样降幅, 普相拒绝, 并要求降价50%。 5月22日, 坊间消息声称, 中国将接受30%的降幅, 中钢协称纯属谣言。 但辟谣仅四天后, 日本就背刺了中国。 5月26日, 新日铁与利拓达成首发, 降价33%。 5月30日, 中钢协发布声明不予跟进, 单上华表示, 日本铁矿进口量不到中国的六分之一, 中国是全球最大铁矿进口国, 最大钢铁生产国。 只有中国可以代表亚洲价格。 6月2日, 韩国普相接受首发架, 亚洲阵营宣告瓦解。 与亚洲阵营一同瓦解的, 还有国内钢企阵线。 2008年11月, 为了对抗金融危机, 中国启动4万亿旧市计划, 大量资金的涌入, 迅速吃掉了铁矿供应。 三大矿商已经看出了恢复的端头。 6月9日, 中小钢企集体倒戈, 与淡水河谷达成协议。 第二天, 单上华明确表示, 中国不会让步, 中小钢企没有资格签订协议, 只是废纸一张。 6月12日, 中钢协表态宁可减产, 也绝不让步, 单上华告诉矿商, 中国钢企可以两个月不进口铁矿时, 但利拓不可能停产两个月。 中国已做好谈判破裂的准备。 三大矿商的确不可能停产两个月, 但中国钢企也没能团结一致。 在中钢协强硬谈判时, 中小钢企和贸易商已经开始使用各种手段, 在国际市场疯狂扫货, 桌上还在强硬谈判, 桌下中小钢企高价抢购的铁矿已经靠岸。 6月30日, 谈判仍无结果, 长协机制20年来, 首次出现最后截止日仍未达成。 7月5日, 三大矿商停工现货, 已对中国施压。 同日, 利拓案爆发。 利拓澳籍高管胡适泰被查明为商业间谍, 多年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获取钢企商业秘密并提供给利拓, 使中国经济损失超过7000亿。 除了间谍案外, 2009年3月, 受金融危机影响, 利拓背负387亿美元债务, 急需融资。 当时只有中铝, 即中国旅业集团能拿出195亿美元救它, 如果中铝注资成功, 将持有18%的股份和两个董事会席位, 这对铁矿谈判是巨大优势。 但利拓故意延长澳洲政府的审查期, 一边用中铝的资金解决债务, 一边观察市场行情, 市场回暖后又撕毁协议, 转头与币和币拓报团, 只给了中铝1.5亿违约赔偿。 中铝虽未损失本金, 但因此错过了在全球低谷, 抄底众多矿产的良机损失惨重。 利拓间谍案, 中铝收购案, 停工施压事件均在7月爆发, 成为了09财年的高潮。 一个月后, 8月17日, 中铁协宣布与世界第四大矿商FMG达成协议, 降幅35%, 同时该长鞋将以中国历年制结算。 三大矿商宣布, 宝钢到FMG价格不具有代表性, 世界基准价仍是新日铁到利拓价。 从这里开始, 钢企与矿商的分歧, 再次扩大, 中国放弃了维持长鞋机制的念想, 前路如何, 无人可知。 09财年谈判, 无果而终两个月后, 10财年谈判开始。 2009年10月15日, 首轮谈判, 三大矿商要求再次提价30%, 中钢鞋拒绝。 12月1日, FMG单方面宣布, 中国价格失效, 局势恶化。 2010年1月12日, 因谈判陷入僵局, 三大矿商撇开中国, 转向与日韩谈判。 1月22日, 碧盒必拓宣布放弃长鞋谈判, 将铁矿石价格改为短期溢价。 这意味着, 价格的涨幅将从一年一次, 变为一个季度一次, 这个消息被认为是在向日本施压。 3月22日, 日本与利拓, 闭合必拓达成首发, 涨价90%。 两天后, 淡水河谷发出声明, 要求日本价格上涨114%, 谈判后改为92%。 日韩的退让没有换来和平。 2010年4月, 三大矿商宣布将结束长鞋, 改为季度加指数动态定价。 这个情况, 用图穹笔线来描述, 再适合不过。 指数定价指的是, 用现货市场价格指数来定价, 市场主流指数共有三种, NB指数, SBB指数, 普世指数。 三大矿商使用的是普世指数, 该指数由普世能源咨询, 即PLESS制定, 以62%品位的铁矿石为基础。 每日向矿商和钢企采集交易数据, 进行加权后得出指数。 这个指数完全不同于长鞋价格。 长鞋是买卖双方基于市场供需, 谈判确定, 而指数定价是基于市场交易数据, 经过算法确定, 前者稳定, 后者受金融, 股市, 市场情绪多方影响。 你只需要明白, 长鞋机制背后是市场逻辑, 指数定价背后是金融逻辑。 PLESS公司背后为迈格劳道希尔集团, 其股东包括摩根、 花旗、 高盛、 Valpar, 这些股东又同时持有利拓、 B和B拓的股份, 而Valpar则是淡水河谷的母公司。 无论指数如何声明公正, 都摆脱不了金融资本与矿山资本联手作局的嫌疑。 从2003年起, B和B拓就开始谋求动摇长鞋机制, 以指数替代。 每年的第一轮谈判, B和B拓都会抛出指数概念, 然后被中方否决, 几乎成了一道必走的流程。 但在长鞋机制崩盘, 亚洲分化, 日韩退让的局势下, B和B拓终于得偿所愿, 三大矿商宣布的季度加指数动态定价, 实质上就是指数定价。 4月6日, 三大矿商联合逼宫, 中钢鞋开始号召抵制进口两个月。 4月13日, 新日帖与韩国普向同意执行季度新价, 价格上涨92%。 4月14日, 罗宾生在出席另一场会议室表示, 现在已经不是价格谈判了, 而是定了一个价格你们必须接受。 你不接受, 我就不给你供货。 相当于最后通牒。 4月15日, 三大矿商正式确认将以季度加指数定价, 此前一直观望的中小钢企接受限时, 集体妥协价格上涨86%, 坚守20天后, 5月6日, 宝钢也接受了该价格。 从这里开始, 维持了30年的长鞋落幕, 全球铁矿市场正式进入指数时代。 膳上华很生气, 普世指数的样本总量, 仅占整个产业6-9%, 以小样本决定大部分供货, 对占全球70%铁矿份额的中国极不公平。 指数确定那天, 罗冰生在采访中无奈地表示, 铁矿时谈判走到现在这一步, 有个人无力左右的因素。 9个月后, 在中钢协第四次换届大会上, 71岁的罗冰生退休, 单上华也卸任秘书长, 一同退休。 指数定价当年, 中国大中型钢企利润总额897亿, 而三大矿商的利润为3000亿, 相差3.6倍。 此后多年, 中国钢企围绕着指数与三大矿商, 又展开过多轮交锋, 各种故事, 盘根挫杂, 胜负参半。 2022年, 罗冰生在北京逝世, 其1940年出生, 在钢业工作了60年, 是中国钢铁从无到有的亲历者。 退休那天, 被媒体问及有无遗憾, 他说不称心的事就一条, 中国从钢铁大国变为强国, 还没有成为现实。 在罗冰生去世之前, 同为当年谈判的主导者, 单上华却已陨落。 2014年, 单上华因私分国有资产被起诉, 担任冶金部研究院院长期间, 他设立过一个小金库, 用来支付员工奖金, 返聘人员薪酬以及中介费。 在那个市场一日千里的时代, 这是绕过繁复报批手续的常有做法。 和情, 但不合法。 因其对事实的主动交代, 以及积极退赃, 北京二中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三年, 缓期三年执行。 长协落幕了, 但关于长协的故事没有。 此后多年间, 铁矿谈判仍是争论点, 有人说铁矿谈判是八连败, 有人说如果中钢协不那么强硬, 或许长协还能维持, 也有人说是中国钢企不够团结。 不管任何讨论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这条一旗绝尘的红线就是中国, 对矿商、贸易商来说, 这条线代表着供需的不对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任何国家、 任何公司都不会让步。 而宝钢, 中钢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行动, 他们还要统筹信息对接部委, 穿梭在各大钢企间统一谈判口径, 然后与财大气粗的矿山巨头, 强硬对部谈判桌, 甚至还取得过阶段性的胜利。 在宝钢, 中钢协与矿商的来回争夺中, 无数人被失败的阴影遮蔽, 但正是在他们的癥结中, 中国钢业得以钻出一丝生机。 无论如何, 不应将失败归咎于这样一群人。 市场中曾有论调, 批评中国一边改革开放, 一边围堵外企。 事实是, 中国坚定改革开放, 但无论是中企走出去, 还是外企走进来, 都必须是站着的, 平等的, 而绝不是张开双腿式的开放。 中国铁矿谈判失败核心原因不是太强硬, 不团结, 更不是不开放, 最核心的原因是产业集中度。 在钢铁业中, 产业集中度通常指前十家钢企的生产占比, 也叫C20。 以2008年双价格出现耐年为例, 当年中国C20为42.6%, 代表中国前十大钢企的产量占整个行业42%, 而同一年, 美国的C20是74.9%, 日本77.6%, 韩国95%, 欧盟96%。 从集中度上就可以看出, 中国钢铁产业散乱得多, 无法凝成一条绳, 即使用行政命令要求团结, 也只能是拉廊配。 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等, 因为中国钢铁集中度低, 不是因为技术或产量, 而是因为太年轻。 钢铁行业是一个有显著规模效率特性的行业, 即生产规模越大, 效率越高, 成本越低。 所以, 钢铁行业有一个周期性, 行业整体盈利的情况下, 大中小钢企能欣欣向荣, 进入行业寒冬后, 钢企会互相兼并重组, 形成数个大型集团。 全球钢铁工业, 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并购重组, 分别是1901年的美国, 1970年的日本, 1990年的欧洲, 2005年的米塔尔。 你会发现, 这些重组发生前, 所在经济体都经历了一次高速增长。 增长, 过剩, 重组, 这就是钢铁行业的周期。 而中国还在高速增长进程中, 中间虽然有过低谷和过剩, 但还未到达真正意义上的寒冬。 谈判失败不是任何人的错, 而是实事实然。 中国铁矿的征结还未结束, 气盘下仍有滚滚洪流。 在解决上游问题之前, 钢铁产业在内部有另一场仗要打, 一场关于自我革命的仗。 1978年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开始40年的激荡前行, 雄关漫道, 山河巨变。 作为一个国家工业最重要的基础产业 和经济支柱产业, 钢铁产业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锋部队。 1978年12月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中国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第二天, 12月23日, 宝钢在上海打下第一根桩, 正式宣告成立, 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投资最, 技术最新, 难度最大的工程项目。 亦是中国改革决心的体现。 此后30年, 改革开放多次扩大, 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 钢铁产业亦紧紧跟随, 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2年, 在经过30年高速增长后, 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新阶段, 全面深化改革, 走向深水区。 次年的18届三中全会上,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正式提出, 国企开始混合所有制改革, 简称混改。 何为混改? 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 国企跟随经济发展, 进行了多次改革, 从过去的计划式企业, 逐步改变为了现代企业。 适应市场之后, 国企改革不再聚焦于自身, 开始面对一个核心问题, 分离性。 中国市场中存在两个主体, 国企和民企。 民企灵活但韧性低, 国企稳重但脚步慢, 双方在面对市场时会有不同的策略, 比如, 同一个领域或技术难题, 民企更擅长快攻快打, 寻找突破。 国企更倾向慢机魁步, 正面翻阅。 双方各有优缺点, 而混改就是让国企和民企之间, 通过市场路径互相持股, 实现优缺互补, 有能力的民企能拿到充足弹药, 国企也能实现社会价值放大。 另一方面, 独立的国企与民企之间, 只能通过远距离观察了解对方, 通过混改, 双方可以近距离观察, 彼此商业决策背后的考量。 并且, 混改形成了人才流动, 能够为国企注入更多市场基因。 需要注意的是, 混改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最终目标一定是促进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 2013年混改提出后, 中国开始推广各产业试点, 只要守住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底线, 可以自主运行。 作为国家支柱产业, 钢铁产业再一次成为了改革先锋。 几年时间里, 钢铁产业在摸索中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先有非常成功的案例, 直到2017年的重钢混改。 重钢, 全称重庆钢铁公司, 坐落于重庆市长寿区, 紧挨长江。 很少有人知道, 这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 1890年, 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 是当时中国第一家, 也是整个远东最大, 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 1937年抗战爆发后, 汉阳铁厂西迁至重庆, 整个过程持续18个月, 采用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 历经日军多次轰炸, 才成功运抵重庆, 并改名军政步兵攻署第29兵工厂。 这场西迁被称为 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克尔克, 在世界战争史上仅此一例。 1949年解放后, 29兵工厂改名西南钢铁公司, 1955年改称重庆钢铁公司, 一直沿用至今。 重钢先后为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元潮以及新中国建设 做出重要贡献。 1979年改革开放, 重钢被确定为 首批进行改革的单位, 为国企改革探索出宝贵经验。 1995年改革开放扩大, 重钢改制为集团公司, 同年在香港上市, 是重庆市属最大的国有工业企业。 但走入新世纪后, 重钢开始遇到压力。 跨过2003年, 中国钢铁业开始迅猛发展, 市场竞争迅速白热化, 国企出身的重钢面临压力。 重钢的特色产品为船用钢板, 是全国首家通过九国船集社认证的产品, 被业内称为中国第一板。 重钢还自主研发了70毫米以上规格厚度的 E40、E47高强度船板, 填补国内空白, 并在同台竞争中击败日本新日铁公司, 拿到为世界最大集装箱船供货的订单。 但重钢面临的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市场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 市场上造船板需求和价格迅速下滑, 2000年一吨造船板为5000元, 2008年之后只能卖到3000, 在叠加物价上涨因素, 重钢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 另一方面, 重钢地处西南, 进口的铁矿石原料和重钢生产的造船板, 都要经过长江送到上海港, 再进入海上的路径。 这段沿江运输路线2000公里, 重钢每年需要约1000万吨铁矿石, 假设每吨铁矿运费200, 那每年的运费也高达20亿。 这就意味着, 重钢的成本始终比沿海钢厂多20亿, 这是市场上的硬伤。 听起来你会有点不理解, 重钢地处西南为什么会造船板? 因为三线建设。 1964年, 中国开始三线建设为防范苏联南下, 印度东进和美国轰炸, 沿海单位集体内迁, 重庆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成为建设重点。 重钢也被规划为船舶工业基地的主要成员, 就是这次三线建设为重钢带来了船舶技术。 现在你明白国企改革的难点了, 过去几十年, 国企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中运行, 承担了许多责任。 但改革开放后, 这些事业却在市场中显现出了不适应, 为了保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 他们只能大船掉头, 重建一切。 国企改革不是简单的换思维, 而是一场由内到外的自我革命。 说回重钢, 除了市场问题的压力外, 2007年, 受环保和发展问题推动, 重庆开始环保退成搬迁, 重工业集体搬离主城区。 在区县, 建立更符合环保标准的新厂区, 重钢也把这个搬迁机会当作扩张机会, 在长寿区建成了全国大船版生产基地。 这次搬迁, 总花费367亿, 重庆政府给了140亿的补偿款, 另外227亿由重钢解决。 这部分花费, 加剧了重钢的储备枯竭合债物率上升。 在叠加2008金融危机和市场成本问题, 重钢经营情况开始恶化。 从2009年到2016年8年时间中, 重钢只有4年净利润为正, 总利润2.4亿, 而另外4年亏损总额, 达到238亿。 到2016年底, 重钢总资产364亿, 负债总额417亿, 资不抵债, 还面临219件司法诉讼, 被上交所出以退市警告, 厂区也大范围停工, 工人失业, 现金流完全枯竭, 已经是病入膏肓。 为了挽救重钢, 八年时间里, 重庆市政府以各种方式向重钢书写, 总金额超过100亿, 仍然没能阻止情况恶化。 重钢是重庆最大的国有工业企业, 上下关联产业多, 破产将导致大量失业。 另一方面, 重钢背负着央行、 国开行以及重庆地方行的贷款, 如果破产, 那么重庆近几年的坏账准备金额度, 都将被用光, 直接影响金融稳定。 同时, 重钢还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同时上市, 有17万中小股东以及3000多债权人需要对其负责。 2017年3月, 重庆市政府决定对重钢实施司法重整, 帮助脱困。 重整分为两种, 破产清算和破产重整。 前者是公司宣布破产, 财务全部清算进行偿还, 后者则是在司法框架内通过对所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调整, 尝试化解问题。 假设一个公司是一个家庭, 破产清算就是大家离开, 家里财产电器全部清算还给债权人。 破产重整就是将大家召集到一起, 共同商定谁挣钱, 谁花钱, 怎么花, 开源节流, 把整个家庭重新运转起来。 前者消极被动, 后者积极主动, 而重钢牵涉面太广, 消极破产必然导致大量坏账和失业, 所以重庆市政府选择了破产重整, 并且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按照正常的司法重整方式, 崇岗当时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债转股, 就是与债权人沟通, 把债务直接转成股份, 降低负债率。 二是寻找接手方, 把崇岗整体打包卖出去。 这时候, 四元和的出现, 让重庆市选择了第三条路, 混改。 四元和投资公司, 2017年成立, 四个股东分别为保五集团, 美国WL罗斯公司, 中美绿色基金, 招商局。 罗斯公司为, 前美国商务部长成立的私募公司, 曾并购重组美国两大钢铁巨头, 主导了美国上一轮钢铁产业整合。 美国WL罗斯公司董事长, 前美国商务部部长, 威尔博·罗斯绿色基金是2015年, 中美互访时签署的合作项目, 专门投资绿色发展项目, 为政府主导的市场化基金。 保五和招商局就不用介绍, 一个中国最大钢企, 一个大型央企集团。 四元和是中国第一个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金, 专门进行钢铁产业的投资和改造, 运作方式就是控股公司进行实际运营管理。 等到情况改善后再退出, 用所得收益进行下一次投资。 四元和成立后, 就开始在全国进行项目调研, 重刚刚好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对四元和来说, 重刚有技术、有资产, 是非常合适的投资企业。 对重庆市政府来说, 四元和是保住重刚的最优选, 同时背后还有保五这个行业龙头, 信任度拉满。 2017年7月, 双方达成一致, 重庆出资10亿成立占新基金, 四元和出资30亿, 共同成立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 接手重刚23.51%的股份, 并由四元和负责重整。 重刚的重整绝非一事, 除了前面说的内外多种难题外, 还有时间要求。 重刚已经连亏两年, 被实施退市警示, 如果2017年度无法实现盈利, 将引发退市危机, 重整就直接失败了。 留给四元和的时间, 仅有三个月。 2017年9月, 四元和聘请中野赛迪开展禁制调查, 其拥有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钢铁设计院。 禁制调查报告显示, 川鱼钢铁市场每年需求6000万吨, 但产量只有3000万吨是钢材净输入市场, 而重刚的产品却是造船版, 产品和市场错配。 只要隔除顽疾, 改变模式, 重刚是有生机的。 报告落地后, 四元和开始对重刚进行重组。 上市公司重组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它涉及到对一个经济体彻底的重构, 需要面对各方利益和诉求的交织。 重组中, 在资本层面, 四元和首中有40亿, 加上重刚股份自有的30亿和国开行提供的35亿贷款, 共计105亿, 全部用来偿还重刚的债务。 另外280亿以债转股的方式, 将债务转换成了公司股份, 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 在生产层面, 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产品改造, 将销售市场放在川域地区, 并聘请宝钢中野赛迪等权威公司。 对产线、产品、工艺流程进行优化, 核心目标是止血、造血、升级。 在运营层面, 摒弃原有的管理方式, 按岗位难易度进行调薪, 将收益的分配权移交到基层, 反聘技术人员。 同时, 大量行政职务转为技术职务, 不涉闲职。 在整个公司的巨变中, 2017年11月29日, 重庆益中院裁定崇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2018年1月3日, 崇钢复牌, 重回股市。 从尽职调查到初具重整计划, 再到重整完毕, 仅用了5个月, 速度之快引来众多注目。 除了快之外, 崇钢的成功更是关键。 2019年3月29日, 崇钢发布2018年年报,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6.3亿, 净利润17.8亿, 同比增长458%。 四元核的运作方式就是控股、 运营、改善后退出。 在财报发布前4个月, 2018年11月7日, 四元核引入保五集团, 德胜集团成为合伙人, 二者分别持有四元核基金53%和45%的股份。 德胜集团、四川民营企业, 主营集中在梵泰钢产业链, 中国500强之一。 德胜和保五的进入给崇钢带来了经验和技术。 钢企生产效率中有个指标为铁水成本, 及生产一吨铁水所需的全部成本。 崇钢的对标企业共57家, 在重整之前, 铁水成本一直排在倒数第二第三, 重整后到2018年底, 崇钢的铁水成本排名20, 机身中上游。 2019年初, 崇钢重整案入选2018年, 全国法院十大破产典型案例。 最高法发布的2018年, 全国法院十大破产典型案例, 崇钢案位列第三。 不过重整成功并不是最大亮点, 真正让钢铁业注目的是崇钢在混改上的成功。 在重整后的崇钢股东中, 有地方政府、国企保五集团、 民企德胜集团、市场化基金四元和。 而四元和背后又有外资私募公司、 中美政府主导基金以及大型央企, 几乎是混合所有制的全属性阵容。 这些公司以不同的方式和专业技能, 帮助了崇钢改革。 除此之外, 还树立了新的运作路径。 过去的混合制改革中, 多是国企与民企互相混合, 常会产生争话语权的情况, 民企多以灵活快速起家, 一切以结果为准。 国企背负众多责任和风险, 在决策中红线多, 两方各觉得对方不稳重和太强势。 结果常常出现只混不改的情况。 而在崇钢的混改中, 无论保五、 得胜都只是有限合伙人。 由专业基金四元和负责实际运营, 解决了争夺话语权的问题, 并成功实现扭亏为盈。 崇钢为钢铁业带来的不仅是创新, 更是机会。 在重整之前, 崇钢和崇钢情况类似的企业 近乎白送都没有人要, 而重整之后, 这类兼并重组项目, 投资方已经要通过竞标才能拿到了。 崇钢的故事还未落幕, 2022年受钢材降价, 原料上涨影响, 崇钢营业收入降低。 这个在中国混改史上开创先河的元老级钢厂, 将迎来考验, 亦如过去百年。 2001年,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 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承办权。 为了保障奥运会的举行, 以及实现北京城市转型, 首钢决定搬迁。 2005年, 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 同意首钢搬迁, 并在唐山曹飞店重新建设先进钢铁联合企业的方案。 2010年12月20日, 众多首钢职工共同建政最后一炉钢冶炼。 2010年12月20日, 首钢石井山钢厂产出最后一炉铁水, 在老工人的注释中停产, 压表归零, 管道切断, 机械停转。 这个从1919年建立的钢厂, 在历经百年风霜后沉沉睡去。 2021年, 全球经济复苏, 铁矿石在进入上涨周期, 创下历史新高。 此年1月, 中国启动基石计划在国内新增铁矿, 国外购入权益, 同时加强废钢资源开发, 以实现对铁矿石拥有定价权。 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钢。 钢铁生产流程是铁钳、 链铁、 链钢、 炸钢, 就实现了从铁矿变成钢。 但钢铁有个特点, 它不像水泥砖块会消耗, 回收率极高。 所以, 钢铁生产还有另一条路径, 就是使用废钢重新冶炼得到钢坯, 这两条路分别被称为长流程和短流程。 钢铁制造中, 链铁环节是最主要的碳排放来源, 而短流程不经过铁钳、 链铁环节, 同时主要使用电弧炉大大降低了碳排放。 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短流程生产都是重要组成部分, 占钢铁产量的20%到30%, 废钢资源较多的美国, 短流程达到了70%, 而中国长期在10%徘徊, 低于世界水平。 原因多方面, 地条钢、 回收体系、 市场价格等等, 但最主要的还是发展时间。 发达国家更早工业化, 有废钢循环的空间, 而中国才刚刚进入腾飞期。 过去20年, 许多家庭经历了从无到有, 未来20年, 则实现从有到优的迭代, 超过21亿台家电, 4亿辆汽车将成为钢业的新机会。 2021年, 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达到42%, 与2008年相同。 另一个数据是, 2008年, 中国钢铁产量5亿吨, 2021年10亿吨。 不是钢铁产业没有合并重组, 而是发展速度太快了。 2021年, 全球钢铁产量排行中, 中国钢企激进土榜。 2021年, 全球主要钢铁公司产量排名, 黄色为中国公司, 其中全球最高的宝物产量1.2亿吨, 仅占中国钢铁行业的12%。 中国的钢铁产业规模决定了, 集中度不可能如日韩一般。 日本C20达到90%, 最大的钢企占全国52%。 我们保守假设中国钢铁C20达到80%, 排名第一的保五, 占比达到40%, 那也将诞生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集团。 虽然它现在已经是了。 从1890年汉阳铁厂开始, 钢铁业就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强的希望, 无数钢铁人前赴后继走向风暴, 建立起世界最大钢铁工业。 他们熔炼钢铁, 铸造钢铁, 自身亦成为钢铁。 今天, 中国钢铁已经是全球产业链最完备, 规模最大, 装备, 工艺最先进的钢铁工业体系。 21世纪初, 西方曾将钢铁视为西洋工业,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 这轮昔日会在东方熊熊升起, 一次又一次刷新记录。 作为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钢铁总是也必须是所有改革的先锋, 这意味着, 每当钢铁人感到舒适的时候, 就是他们再次起身自我革命的时候。 中国钢铁从来都不是金融、 经济、 技术的故事, 而是关于人的故事, 关于人要如何理解时代并为之奋斗的故事。 是一个又一个钢铁人练出了这个故事。 钢铁融火, 夜已百年, 诸君之志, 会当水击三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